男人被塞进轮胎 脖子上套着绳索 周围也被洒满汽油 等待最残忍的处刑 可他却毫不畏惧 甚至露出兴奋的笑容 敌军首领美滋滋清点 从小白身上搜刮来的现金 突然脸色一变 现金里竟藏着一枚定位器 下一秒 一辆越野车冲进行场 队长跳下车 一枪打断小白脖子上的绳索 抬脚让他跟着轮胎一起 滚得越远越好 脱离危险后 小白和轮胎都被安全拦截 众人抵达医院休整 医生看见小黑手臂的纹身 贴心地把伤口也缝成闪电状 这时护士出现 看着身穿白大褂的男人 倍感奇怪 小白懵了 还不等他反应 就因为一身的汽油味 被男人顺手点燃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 队长及时赶到劝家 并宣布封哥也正式成为 特工队的一员 不顾另外两个抱怨 四人小队立即赶往直升机 而负责驾驶的 正式挂在螺旋桨上 荡秋千的封哥 身后追兵已经赶到 几人没时间抱怨 紧急登机起飞 封哥不慎撞到房顶 巨大的残骸掉落 恰好砸烂了小黑的爱车 敌军的直升机紧追不舍 封哥一个飘移 接360度空翻 躲开对方的扫射 紧接着 他拉起机头垂直爬升 一个熄火急停 和后方的热杆导弹擦肩而过 小黑被甩出机舱 吓得魂都没了 他们将敌军成功引入 几方领空 巡逻战机一发导弹 任务完成 这个临时组建的特工队 从此声名远扬 连中情局也派人过来 找他们进行任务委托 伊朗境内 美国唯一一个 处于境外的铸币厂 丢失了一套美元模板 恐怖分子正拿着模板 大肆印刷了几十亿甲币 中情局要求特工队拿回模板 可国防部却找到小白 勒令特工队不许插手 队长找到将军 保证48小时内完成任务 事关重大 将军迫于压力 只好点头同意 特工找来四个小伙 互换身份 躲过国防部的眼线 他们火速抵达任务地点 小白假扮记者混入酒店 随后进入排污管道 到达指定坐标后 他手持强力磁铁 一下吸在卡车底部 然后撒下铁钉 瞬间干掉后续车辆 小黑此时赶来支援 他跳上目标卡车 解决掉上面的守卫后 顺利接管车辆 暗中部署的队长也从天而降 彻底清除剩余的杂兵 和小白一起 将事先准备好的气囊 绑在卡车集装箱上 再叫小黑撤入集装箱 进入隧道 卡车一路击驰 直接冲进大海 水下压力让气囊全部弹开 把集装箱浮上水面 隧道外 风格驾驶直升机等候多时 瞬间火力覆盖 阻拦后面的追兵 然后吊起集装箱返回基地 特工队安全落地 等待将军碰头接应 可将军的车刚一出现就突然爆炸 正当私人的注意力被这次意外吸引时 另一队人马趁机偷走了木板 特工队任务失败 被送上军事法庭 唯一支持他们的将军死了 行动被视为非法行为 私人也被判处监禁 并开除军级永不录用 这个男人在监狱里还能穿着浴袍 享受空调彩电 甚至更有美女定期探望 美女收好鸳鸯肚兜 娇羞离去 小白在监狱为所欲为 抽空还找人砸墙 要见个泳池 这天他大摇大摆去山日光寓 刚进入季季 外面就有人拔了电源 大包一并带走 等再开门 小白已经身处郊外 他看着面前的队长 气不大意出来 还有一周他就能被假释出狱 现在可好 莫名其妙成了越狱犯 可事已至此 他们能做的也只有找到丢失的美元模板 再抓回透模板的人 才能彻底摆脱罪名恢复军衔 两人在一辆球车上 找到了转间的小黑 他们用车牌给小黑暗示 小黑瞬间一挥 跑向球车后门 这时队长射出钢锁 连人带门一起扯下拖走 几人接连越狱的消息传到国防部 相关人员倍感头痛 立即做出部署 严密监视身处精神病院的风格 风格在精神病院 同样如鱼得水 生活滋润 队长给风人院寄取个包裹 里面是一堆3D眼镜 风格立即明白了对方的计划 将眼镜全部分发下去 组织病友们看电影 此时 国防部中卫也来到这里 对风格实行提身监视 病人们津津有味的 看着墙上的卡车越开越近 突然 其他人就这样 当着中卫的面接走风格 特工队集结完毕 他们抵达一处军方机场 队长仅靠两三具恐吓 就轻松拥有了 这架军用运输机的使用权 飞机横冲直撞 强行起飞 旁边的战机悉数撞碎 就连猛踩油门倒车躲避的追兵 也要被起落架踹上一脚 国防部派出无人机和导弹追击 风格抬手开启反导装置 看着身后一顿狂轰乱炸 风格无比兴奋 抬升飞机直入云层 旋转跳跃 继续躲避导弹攻击 可好景不长 右边机翼被擦伤起火 整个飞机也被再次锁定 这次 一发导弹精准击中 飞机顿时四分五裂 但下一秒 一辆坦克带着降落伞从天而降 小白从舱口冒出 控制机枪开始扫射飞机 估计坦克自己都没想到 有一天竟能实现空对空作战 无人机被击落 可坦克的降落伞也损失了两个 坠落不断加速 队长发现附近有个湖泊 于是只会操纵坦克调转炮塔 靠着炮弹的后座力 将坦克往湖泊推进 随后转而向正下方射击 减缓坦克坠落的速度 为入水提前进行缓冲准备 老头猛抽一口雪茄 点燃手中炸药 惬意地驾驶小船在湖面炸鱼 特工对驾驶坦克上岸 湖边老太贴心指路 小队四人抵达柏林 根据情报内容 准备抢回丢失的美元模板 他们再次开始分头部署行动 小黑伪装成清洁工 在大楼外擦玻璃 趁人不注意掏枪瞄准 楼上队长开始速降 小黑掐算好时间 一发飞弹配合队长进入大楼 找到目标人物后麻袋套头 拖到窗口往外一扔 风格开直升机接应人质 队长撤离过程中 装有模板的箱子被不慎击落 小黑迅速出发 抢先一步拿回模板 追兵在后紧要不放 关键时刻 队长开车撞飞追兵 带走小黑和其他两人会合 等他们到达据点 一把扯下人质的头套 没想到竟是早就死亡的将军 原来将军早已和外人勾结 利用特工队盗取模板 而后假死将特工队诬陷入狱 那个所谓夺回模板收缴假钞的任务 从一开始就是个劝套 小白气得咬牙切齿 文言就拔枪对准将军 风歌急忙阻拦 现在只有将军活着 才能证明他们四人的清白 队长立即给当初协助自己 越狱的中情局特工林奇致电 表示将军和模板都已到手 想得到模板 就要用白宫签署的赦免令来交换 林奇嘴上答应 实际上已经暗中锁定特工队所在的位置 五分钟后 一辆轰炸机抵达 将特工队所在的小屋移为平地 这次将军是必死无疑 眼见唯一的证人没了 死里逃生的几人有些泄气 他们率先找回模板 小帅此时灵机一动 既然林奇以为他们死了 那不如将计就计 打电话给国防部的中卫 如果中卫知道特工队没死 那他也会相信将军没死 而林奇一直在监听中卫的通讯 这样就可以引诱林奇主动现身 果然对方上当了 等特工队出现在交易码头 林奇已经埋伏在这里 约定的交易即将开始 中卫却突然要求更换地点取消交易 林奇看着队长将要带人质转移 情急之下命令开枪 放下的集装箱正好挡住队长 随后集装箱开始移动位置 将林奇耍得眼花缭乱 箱中突然冲出的车辆 开始在地面泡撒火药 小黑趁机放给烟花点燃火药 消灭了一队杂兵 混乱中一发炮弹击穿油轮 原本的计划被打乱 特工队被冲散 大家只能自顾自寻找机会反击 小黑骑着摩托出现 击杀敌人救下小白 另一边林奇找到了人质 他首先制服队长夺下枪 毫不犹豫将人质爆头 林奇拿走模板准备攻城身退 就在这时集装器被打开 外面中尉率人包围此处 严阵一带 林奇被逮捕 而刚刚被击杀的人质 正是带了头盔的风格 最后特工队明明已经证明清白 还是被集中逮捕 罪名是越狱 四人被押进球车 风哥和小黑郁郁寡欢不停抱怨 队长却泰然自若 小白更是邪魅一笑 随后一把钥匙从他嘴里吐出 影片至此结束